香港時間10月9日 週一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首先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白豪以色列官員表示 以色列已有600人喪生 超過2,000人受傷 加薩走廊衛生部門表示 加薩有至少370人喪生 2,200人受傷 殺害性侵國國到以色列參加音樂節的人至少250人 目前已知哈馬斯劫茨的人質包括多國公民 至少有4名美國公民遇害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預告 華府宣布對以色列新的軍事支持計劃 以色列戰略事務部長德爾默對CNN表示 以色列被劫持在加薩的人質中 有婦女兒童和老人 網傳短片顯示 哈馬斯將綁架的以色列兒童關在籠內 綁架者在一旁毫無人性的嘲笑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表示 數十名美國國籍的人在加薩被哈馬斯武裝分子 布林肯表示我們正加班加點的驗證 核實有多少名美國人被殺、被劫持 布林肯告訴ABC 這是在以色列城鎮 在他們家中槍殺公民的大規模恐怖襲擊 如此血淋淋的 簡直是拖著人越過加薩邊境 這次襲擊的動機之一 完全有可能是想試圖破壞以色列促進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努力 有短片顯示 有大批哈馬斯民兵用滑翔傘進入以色列領土 從後方襲擊以色列軍隊 時評人唐浩質疑 哈馬斯動用傘兵進攻以色列 異國情報體系和防空體系卻毫無預警 無力應對此等規模的偷襲入侵 以色列預警體系是否有間諜入侵 或大國黑客入侵 是否有內神通外鬼 哈馬斯發言人對BBC說 哈馬斯得到伊朗的支持 對以色列發動突然襲擊 此外 哈馬斯還得到了其他國家的支持 但不願透露細節 有消息顯示 哈馬斯恐怖分子在普京的批准下 接受了華格納PMC 和RedactPMC的恐怖組織的訓練 此外 網傳短片中 哈馬斯隔空喊話中共 你為什麼不入侵台灣 問普京為什麼不擴大襲擊 這樣哈馬斯就可以娶到烏克蘭女人了 網友說 哈馬斯明顯飄落 這個好像流亡的恐怖組織 膨脹過頭腦 在全部阿拉伯國家加起來 都不足以對付以色列 不知道哈馬斯還能不能見到下星期的太陽 哈馬斯宣布 他們將以以色列國際機場為目標 發射150枚火箭彈 目前有兩架波蘭大型軍用飛機正在機場降落 任何火箭彈擊中這些飛機 都可能引發國際事件 時評人張天良質疑 最奇怪的就是 哈馬斯根本不是以色列的對手 為什麼要去招惹以色列 而且是全部投入的方式 軍事專家姚誠認為 哈馬斯突然之間擁有了這麼多武器 目前看來應該有三個來源 一個是伊朗提供的 特別是無人機 二是美國從阿富汗倉促撤軍時留下的武器 被塔利班送了哈馬斯一部分 三是亞會期間 中共為什麼高規格的接待敘利亞總統阿薩德 相信私底下也給予了一些經濟援助 使敘利亞能夠援助哈馬斯 這次哈馬斯對以色列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是經過長期的準備的 沒有外援是不可能的訓練 所以真正的幕後推手應該是中共 從抗戰的目的性來看 中共取得最大 也玩了一次特務戰爭 分散了所有的兵力部署 當日 網傳圖片顯示 美國航空母艦福特號 以及第12航母戰鬥群的其他艦艇 正前往東地中海 以表達對以色列的支持 並協助可能的撤離 網友們驚探 哈馬斯領導人艾曼尤尼斯被斬首 據報導 他的屍體是在一座據稱 遭到以色列軍隊襲擊的房屋廢墟下發現 以色列總理萊塔利亞胡呼籲 加沙城內的巴勒斯坦平民 請立即離開 以色列軍隊將把哈馬斯藏身的所有地方變成廢墟 加沙已經斷水、斷電 大量坦克開入加沙 以軍開始大規模搜捕哈馬斯 以色列國防軍目前已經擊敗超過400名巴勒斯坦武裝分子 以色列國防部發言人說,我就想說一件事 哈馬斯打開了地獄之門 在加沙地帶,哈馬斯已經做出了決定 哈馬斯將承擔責任 並為其行為付出代價 有人認為,這是要大開殺戒的節奏 拿下加沙 巴勒斯坦就被以色列為困難 其實就是滅國了 素伯良以色列坦克正在部署到疲農地區 和尼巴聯和敘利亞接壤的邊境 時評人江峰認為 俄烏戰爭、以亞戰爭這兩大火藥桶炸立 下一個是誰? 中俄依朝邪惡軸心似乎已經開始低迷運轉起來了 歐洲的火藥桶俄國點 中東的火藥桶伊朗點 東亞的火藥桶北韓點 中共呢?不管是點誰 中國都是中國內政 不需要任何人指手劃腳 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團體哈馬斯 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攻擊後 多家國際航空公司宣布 取消飛往商業中心特拉維夫的航班 根據特拉維夫班古里昂機場的班機時刻表 法國航空、漢沙航空、 亞聯油航空、瑞恩航空、愛琴海航空 和一些美國航空公司紛紛宣布取消航班 德國漢沙航空發言人表示 鑑於特拉維夫目前的安全局勢 該航空公司僅保留一個返回德國法蘭克福的航班 但今天其他往返特拉維夫的漢沙航空航班都已經取消 法國航空宣布已經暫停往返特拉維夫的航班一天 直至另行通知 法航航空集團旗下的廉價航空公司 泛航航空也取消了今晚 從巴黎飛往特拉維夫的航班 10月8日以色列政府正式對激進組織 哈馬斯宣戰 以色列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表示 以色列國防軍進入戰爭狀態 以軍開始全面反擊 同時大規模徵召遇避疫軍人 加沙地帶半徑80公里範圍內進入緊急狀態 包括特拉維夫和貝爾謝巴等大城市 來自軍隊各部門的幾萬名遇避疫士兵和支援部隊 已經在加沙邊境動員起來 以色列國防部還宣布 當日下午1點在以色列國防部召開安全會議 全面商討當前局勢決定應對措施 以色列空軍代號鐵劍的反擊行動已經開始 幾十架以色列戰鬥機 向加沙地區的哈馬斯控制區 實施大規模空襲 摧毀了17個軍事基地和4個行動總部 這是以色列空軍正在攻擊加沙 以軍目前已經修復22處遭入侵的地區 還在領土上8個交戰點和哈馬斯武裝分子進行擊戰 以色列時報引述以色列國防部發言人 丹尼爾哈加里的說話表示 以色列國防軍的雷霆行動 目前已經擊斃超過400名在以色列南部 和加沙地大的巴勒斯坦武裝分子 還俘虜了幾十人 哈馬斯一名領導人在以色列軍隊 對加沙地大發動的攻擊中喪生 以色列軍隊對哈馬斯領導人艾曼·尤尼斯 位於加沙中部魯塞賴特難民營的住宅進行了攻擊 當地民房機構證實 民眾在房屋的廢墟中找到了尤尼斯的屍體 同時以色列政府解禁了槍枝 現在任何公民都可以攜帶武器 一直追蹤戰況的Twitter帳號Nikita說 以色列總人口800多萬 常備軍不足20萬 但以色列的戰爭動員能力明列世界前茅 經過戰爭動員 以色列的後備役總兵力可以快速達到200萬以上 襲擊當日 美國政府就明確重申 對以色列堅如磐石的支持 拜登說美國準備提供一切適當的援助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星期六 在電話當中對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承諾 確保以色列軍隊擁有擊退襲擊和保護其人民所需要的力量 未來幾天 國防部將會努力提供以色列所需的一切 保衛自己和平民免受無差別暴力和恐怖襲擊的傷害 負責領導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部隊 以及與美國在中東地區盟友關係的美國中央司令部同樣表示 正在與以色列同行保持聯繫 並密切跟蹤這一宗令人震驚的恐怖襲擊的局勢 美國目前尚未公開以哪種形式提供支持 一位美國軍方官員對美國之音表示 他們正繼續與以色列國防軍 就他們可能提出的任何支持請求進行密切磋商 與此同時獲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 宣布加入哈馬斯的陣營 朝夕巴農場的三個以色列陣地發射導引火箭和炮彈 借此聲援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軍方表示他們向黎巴嫩一個地區發動炮擊作為反擊 以軍的一架無人機還攻擊了位於夕巴的多夫山地區 一處真主黨哨站 目前這個威脅已經被以軍挫敗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大規模特襲以色列 目前至少造成300名以色列人死亡 並綁架大量人質 據報槍手挨家挨戶襲擊 街道上屍體成堆 以色列當局證實被哈馬斯綁架的 以色列國民數量史無前例 這是以色列25歲女大學生遭到哈馬斯強行押走時 在男朋友面前伸手喊著說不好 哈馬斯武裝分子在以色列街頭 挾持魯約婦孺作為人質 恐怖的錄影畫面顯示 這些人質全身都是血和乳傷 雙手大多數都被反駁在背後 此外哈馬斯說 已經俘虜了大批以色列軍人 美軍退役海軍上將 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軍最高司令 史塔伏瑞迪斯表示 對以色列在今次遇襲的情報大失誤感到震驚 因為他們理應擁有全世界上值得誇擾的情報部門 另外有軍事學者認為 以色列和沙特的和平談判順利 令情報組織降低了戒心 哈馬斯的特集雖然取得戰術成功 但將會遭遇戰略失敗 特別是對以色列平民的攻擊 將會遭到國際社會反制 也即是贏得戰役、輸掉戰爭 除了美國明確表態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長 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法國、英國、歐盟、波蘭、哲克、意大利 日本等國都對哈馬斯發出譴責 德國外交部長貝爾博克也警告 哈馬斯攻擊已經對整個區域構成了不可估量的危險 德國已經設立一個危機小組 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10月8日開會 緊急商討哈馬斯攻擊以色列的事件 秘書長古達雷斯也呼籲盡一切外交努力 避免戰火升級 我們來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共政府為了吸引海外商務人士訪華 曾在8月放寬相關簽證規定 但伴隨多位外企高管被中共禁止出境 有些人即使沒有被限制離境 也有可能就地遭到警方拘留或審訊 導致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不敢再到中國出差 據《華爾街日報》6日報導 一些外企改變對中國的旅行政策 包括取消不必要、非緊急的行程 並且告訴相關員工結伴同行 不要一個人入境中國 為了避免公司業務或工作人員受到影響 有些外企還採取了隔離措施 也就是不再將中國業務視為企業全球經營範疇的一部分 而是切割出力以便單獨處理 人權組織指出 中共政府針對外籍人士拿出限制出境措施 不僅只是為了刑事調查 也常常用來打壓異議人士 或者此取得籌碼 在同外企或外國政府的糾紛中佔上風 曾在5月被中共當局突擊檢查的海盛容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星期二聲明表示 該公司以肯中共政府的指導下完成整改 並在積極落實國家安全主體責任 隨著美中關係日趨緊張 再加上中共近期新修訂數據安全及反間諜法 有美國企業還開始對員工先行進行背景調查 以避免派出具有軍事背景、雙重國籍 說發表過敏感言論 及批評過北京經濟政策的人員到中國出差 美國國務院在6月更新了對中國大陸 及港澳地區的公民旅遊指南 將中國劃為風險第二高的級別 建議旅客重新考慮前往中國 因為有可能無端被限制出境或拘留 人權團體保護衛視曾發表相關報告顯示 目前很難估計究竟有多少外籍人士被中共當局限制出境 但保守估計至少有幾萬人 據中共最高法院的法律數據負信息 2016年至2020年期間 當局提到出境禁令的次數比以往增加了8倍 美中梁國正在競爭對越南影響力 今年9月美國總統剛剛訪問了越南 據路透社報導 習近平有可能在10月底或11月初訪問越南 目前雙方官員正為此作準備 路透社10月6日引述4名消息人士報導 越中兩國正在制定習近平訪問期間 雙方將發表的聯合聲明 其中兩名知情人士表示 目前雙方正討論聲明中 關於明環共同體的相關描述 越方有些人認為該字句具有爭議性 因此使用非常小心 報導認為這可以解讀為越中關係的提升 但目前未清楚聲明的具體內容 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 如果聯合聲明內容取得進展 中共外長王毅將會在10月中旬到訪河內 消息人士還說 中共已派出人員到河內尋找酒店 準備預訂800個房間 安排習近平團隊的住宿 報導認為 這個數字與中共以往國事訪問 所預訂的房間數目差不多 就在上個月 美國總統拜登剛剛訪問了越南 美越兩國外交關係由全面夥伴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 美越之間關係的升級 顯示華盛頓的印太戰略得到了進一步的落實 而雙方在安全和供應鏈方面的合作 也進一步降低了美國對中共的依賴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黃均濤博士認為 習近平此行有兩個目的 一是希望降低越南與美國之間的合作 其次是想獲得一些11月APEC會議上 與拜登談判的籌碼 他告訴希望指聲之 現在東南亞國家都是這樣 安全上他們與美國走得近 經濟上與中國走得近 習近平就去打經濟牌 希望將越南籠住 因為現在越南準備要將他的港口給美國做軍用 那可能將來美國的航母也要停在那裡 所以現在習近平去 可能就要通過經濟利益 要越南不要做這件事 習近平可能11月要到美國來與拜登談 他希望談判的籌碼不要太少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